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一个夜晚开始 别求恨蛋 瞧不起老子 我给老子酒喝 老子是酒酒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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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离开这儿 穿街 老崎 借贵坟增 借贵坟增 借一会儿 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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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两杯 啊 啊 啊 呃 不喝了 我再不喝酒了 谁听哪儿到 我们去办 这一晚 随着这具被盗的尸身 上一个假神年埋藏的祸根重现天日 一人世间 风云再起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穷乡屁党的能有啥配奖品呢 这几家都不错了啦 那个最缺德了 那个 尸体都给他还走了 我都让亲眼看见了 你说 那儿那东西 专头这陈年尸体上 这 这都多少年了 这谁的分呢 张希林 谢谢 各位学姻学妹 接下来我要向你们隆重地介绍 本校建校以来最喘气的人物 他大一便带领我校体操队 夺得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团队及个人冠军 大二 他退出体操队 除了 你不紧张吗 不紧张 之前经历过这种场面吗 我相信你没问题 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欢迎 这位传奇学长登场 只能因此买了 仁嘉宾 明正录 这谁啊 开场 谁啊 这谁者啊 明正录 展录 啊 刚刚刚的 好 好 各位学弟学妹们 你们好吗 好 我们如此年轻 我们如此 出来这样 有这些东西 可能能对你未来 最后全的就是 这是什么 西卫 喂 西卫 村主任 哪个村主任 我爷爷尸体被人偷了 你爷尸体才被人偷了呢 神经病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孙主任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要是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还用大老远的把你给叫回来 出来 你爷爷救你这么一个亲人 现在你爷爷的尸体被盗了 这事情 你自己可要拿个主意啊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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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死 我爷爷死过来下了 我会嘴叉里 你爷爷 我爷爷张希霖 我是他的孙女 我叫张宝宝 我是你姐姐 终于见面了 你疯了吧 我哪来的姐姐 张希霖是我爷爷 张雨德是我爸 张佳是十四年前 来到这个村子定居的 家庭成员总共三人 分别是祖孙三代 张希霖 张雨德 张楚兰 你叫张楚兰 今年二十二岁 在城里读大学 你十岁时爷爷被人杀害 张雨德她当时 其实是来找我妈了 我怎么从来还没听说过 张佳有个女儿 这件事是我妈 前不久才告诉我的 也是她让我来这里 看看爷爷的分 张口就来 你就凭这个照片 你们问你的鬼话谁会相信啊 哦 这就是张希霖的儿子啊 别说 你看这人中 长得真还挺像的 对对对对 你看这眼睛 这嘴巴 哎呦 我还冤枉的老头了 我还一直以为 楚兰沙姐回来了呢 这 现在是聊八卦的时候吗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这个女人 很有可能是个骗子 主任 你来说句公道话 我是张佳仁 爷爷的事情我会处理的 主任 谢谢你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尽管向村里开口 我们已经报警了 如果你们发现了什么线索 也可以直接向我汇报 我就不打扰你们戏旧了啊 说不对 走 走走走 不打扰 不打扰 走走走 走走走 主任 这个人很可疑啊 有什么样的 谢谢大家 我 1940-1950年 比较外劳 ici连 那些名字 是 在这个 还就是 还不是 鸡 不是 有什么 爺爺 我今天做了肘子 那些你也吃不到了 朱安娜 爺爺给你做个大肘子吃 这么多年 您一直待我动动洗藏 到死也没有告诉我没什么 现在粉被跑了 尸体也被抖了 要不您给我多个梦 告诉我 丑人是谁 老中华姐姐 我看我岩石体八成就是你偷的 这次我还不给你来个铁镇如山 盃 你能不能够不尽 你不要 我给你给你一个铁镇 你 你刚刚杀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你放心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大案不沿线 改天请你吃饭 我 你要对我做什么 我这次什么都没有看见 救命啊 别叫了 没人听得见 救命啊 救我能听得见 我又不会救你了 你个疯狂子 你到底要干吗 你看到的太多了 我也没办法 真的把你买了 我看到什么了 你就要买我 你黑社会吗 说买人就买人 不 不 不 姐姐 我是张主兰啊 我是你金弟弟啊 你肯定不忍心买我 对不对 毕竟血浓于水啊 你是不是知道 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对你非常地有感情 我觉得咱俩好像就在哪儿见过 对了姐姐 咱爸那个老不死的 呗 咱爸那个老人家 他身体还好吗 到你了 这个冒附别人姐姐的疯狂子 居然拿着菜刀 在开中 忘记记住了 你咋怪我 你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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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更加热爱 啊 啊 出来 我一定是在做梦 对 我现在还在宿舍 我根本就没有回家 一定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 醒过来 醒过来 快乐地面对现实吧 白痴 姐不陪你玩了 你就这么走了 这里的现实 你就自己快乐地面对吧 你把它们解决了 再买我也可以啊 给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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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我找到 怎么样了 宝宝 了完了 张细琳的粉笔跑赶紧了 死体也找不到了 我们还是来迟了 对了 嫂儿 我也被傀儡扶击了 傀儡 能控制傀儡的 只有香气脉的傀儡尸 他们也来插手了 而且他们为什么会对 张细琳的尸体感兴趣 救命啊 救命啊 谁在那边 怎样出来啊 张细琳她叫什么呢 她被傀儡围盗在 你把张细琳一个人扔在傀儡堆里了 放心吧 没玩儿死不了嘞 怎么死不了 她是个普通人 ¿ exactly吗 我把那个武器拿走 快点死我了 没玩儿死不了了 别这么说 霸霍 发这么大阵长 只为了偷张思琳的尸体 他这么幸运啊 一个普通人 能从这么多傀儡手中跑出来 是有人在那边帮他 宝宝 你上过大学吗 大学是哪个 你什么时候学会开玩笑了 我给你弄张学生证 你准备准备 上学去吧 那我又有新身份了啊 你就继续叫宝宝就行了 那张思琳的尸体 我不调查了吗 谁偷他的尸体 我和老四来查 救命 快 救命 快 小婉 救命 快 救命 快 快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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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过来啊 我讲课就这么难听吗 当然不是啦 易老师 您讲课余音绕梁正如发聩 刚刚我本来是在心里默默呐喊 没想到一不小心叫出了声音啊 那你说说我想到哪里了 您说到 万物之始 万物之始 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演化至凡 演化至凡 哇 你又怎么了 他 他怎么说来的 你睡觉的时候来的 有问题吗 杰老师 他不是我们学校学生 这是我的学生诊 他这学生诊是假的 有哪个学生会把学生诊带在脖子上啊 学生诊挂到脖子上 不容易丢 张春兰 你继续睡吧 别打搅其他同学上课 玄学即玄远之学 他以祖术老庄理论 把老子 你为什么要来我学校 有什么目的 不来上大学啊 你还学什么呀 汤醋排骨 螺蛳粪 加个鹿蛋 学校附近的这家餐厅好好吃 姐姐 你看我给你买这么多吃的 你是不是也得脱桃暴力啊 咱爷爷的尸体不见了 咱就把他给找回来 我不是你姐 你怎么不是我姐姐 你是我亲姐姐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 我就觉得咱俩看得特别像 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我真的不是你姐 那你昨天还算是呢 昨天是 今天不是的 那你今天是 我叫徐宝宝 我是来自台湾生了一脚换身 我爸在大陆形本了一家企业 专门生产高端数值产品 我家租记载胡言圣曾泰斯 我妈没谢 台湾是什么 你说的明明是三船 现在撒谎都不打草稿了吗 我告诉你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有什么 你这以后不要再来烦我了 我可不是好乐的 应该不行 你等一下我打电话去认证一下 喂 许三妹 我手都来了你是不是 我来拳拳安排啊 对对 就是不怕我当人看 问清楚要张出来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为了努力了 无力 弄你妹啊 你不要这么激动 我门出解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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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报警啊 他身上有刀啊 抱什么警啊 我就是保安 嗯 他来了 你喊什么你 吓我一跳 谁 进来 您好 请问张楚兰在吗 就是他 你喊什么喊你 怪吓人的 这不就是个小姑娘吗 她有刀 对 同学 听保安叔叔的话 把刀给叔叔 听话 这是刀吗 这是刀吗 不应该啊 你相信我 舅舅 我亲眼所见他拿几把真刀 一刀把门披成两半 刀肯定就在他身上 站起来 站起来 男子汉大丈夫 你干你 收服 挺胸 抬下巴 这位女同学 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他 他让我做他奴隶 闭嘴 你先说 他做奴隶 听懂了 你说 我 我都听到了吗 他让我做他奴隶 没死你了 这多好的事啊 你们这些年轻人哪 真会玩 我收拾收拾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我来 你看看 你看看 人家这个女同学 多懂事啊 嗯 我说你怎么瞧上她了 莫迪斯 我慢慢教她 要得 带回去 慢慢教 还跑吗 还跑吗 不跑了 唐唐 唐唐 同意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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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来来来来 还不好意思 来 走走走走 来 把玩具拿好 走 快走快走 好好的啊 多好啊 是不是 找个环境优美的地方 好好谈谈 多喝血呀 你看看 好好好 走走 走吧 走 说吧 你有什么目的 把你昨天晚上 从傀儡手中逃命的手段 再施展一次了 快点 你别装算 你有些手段 昨天晚上我就发现了 之所以要把你留在那里 就是看看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你究竟是谁 快 施展一下 你已经是我的奴隶了 别逼我动粗 我本来发过誓 不在一般人面前 斩落自己的实力 是你逼我 不会的 老天我错了 我全部都不会了 你哭什么 这衣服很贵吗 你看 我多有诚意 只看随了你的衣服 没伤害你的身体 这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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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给村主任啊 给村主任干吗呀 竟然是禁止衫 她居然可以看到她 有这东西 你不难受吗 你变态呀你 是你把我看着现在这个样子 居然又关心我 这样吧 以后你都认我做主人 不然我就把你的照片 上传到学校论坛 好的宝儿姐 小的上传 从今天开始就是你的奴隶 就你随意军事 千万不要把我当人 不叫宝儿姐 叫主人 拿去 六三一零 这个股东哪来的呀 其他手机不禁折腾 折腾 你想干吗 行了小篮子 我会通过手机联系你的 小篮子 谁的帮 我去修门了 那我怎么办呀 我怎么知道 那你好歹给我件衣服呀 哥哥 哥哥我们去那边练舞吧 好 你干吗 逛逛场合 我怕你冷 把衣服给你披下 清一下好不好 你讨厌 哈哈 小和姐 张细琳的尸体 已经带过来了 哟 效率挺高的嘛 我们迷失见吧 好 他 我 行 小绿良 走吧 迷失那么恐怖 为什么非得约在这些面 只要在这儿 我都愧了 才不会有人注意 再别让你 回来也只是眼前 很外面的NPC而已 你们要找个尸体我带来 去呀 是他 干得不错嘛 张欣凌的尸体我已经给你带来了 你答应我的事 那就要看看能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哇塞 老爷子去世这么久 居然还能从身上抽取这么多气呢 可惜啊 光凭这些碎片的能量 怕是得不到什么有人的信息了 我说 我已经把张欣凌的尸体盖了 我说 我已经把张欣凌的尸体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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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可以下入你们全新了吧 不好意思啊 因为你带的尸体效果不是很理想 因为你带的尸体效果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还不能接纳你 所以我们还不能接纳你 你沉默过我的事儿 你再要参毁了吗 现在要参毁了吗 我们本来就既不靠谱又没规矩 你又不是不知道 想加入我们 光完成这么简单的任务可不行 凭你现在的水平还差点火候 好 姐姐 你的魅蜀都有心有志了 这种无事命体的东西 都经受不住了也 不管它们是什么形态 欲望都是挥之不去的 既然你们这么没规矩 那这道路并来了 等一下 尸体留下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说你碰到张细琳的孙子 和一个拎着菜刀的疯婆子 那个女的 你别招人 但张细琳的孙子 按理说应该也是艺人吧 你把他孙子带来 你把他孙子带来 无论死活 这样 你就可以加入我们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问你又反悔了吗 门就在那边 不想干的话就请自便 再说我本来就没有 又让你相信 那我就再相信你 把张细琳的孙子带给你 别太啊 还真的练到这么晚 哥哥 那里好像有个人 别太 他没有穿衣服 快 拿水给拍下来 他要跑了 快 快快走 跑了 近期多亿象雷暴雨 实际是受暖湿气流影响 属于正常现象 请各位听众不要过于担心 多雨季节 出门记得太后一句 来 老板 多少钱 哦 来 你这裤子服做工不错呀 哪买的 武当 武当 你还真是道士啊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呀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呀 哦 哦 尝尽防尝 尽量的地铁 尽量的世界 尽量的世界 何处来的退路 看不清迷雾 信仰成为我的只树 我想你会发现 人生被条康束缚 正常离物变正常的心 你想要的逍遥 混乱中间小草 乌游风雨大便生风吹灿所有奔向 各位乘客朋友 开往武当山方向的地铁 马上就要进站了 请各位乘客站在安全线外 坐好上车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深夜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一季 怎么会 不自行 过去这么多年 气还没有完全散进 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 该有多厉害 那我先看看 老爷子记忆里 还藏着什么了 咱们一定要找到他的孙子 内经历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我两边缘绝对我自己来处宰 手中出现的婚姻之后 带大几层舞柴斩斑斓的 才可以离开人独白说 请不由 谢谢我能有几愿在我心中存 一身奔力在 西额金中魂 我放过背而去 小遥望青春 恋酒我心肠 但随即一片踏过瘾 眼珠和纪念某意见 听见越方传来清晰的呼喊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明前 穿过这梦境把故事听别 我看透这世界一风险片 但不断初恋的去跨越这一切 想走的路就不好走 想走的人也不好做 追求的东西太多了 才会忘了自己最想要什么 我喜欢去没对些挫折 因为我从不把回去做错的 人生就是如此 会变回莫测 都是反复数字 不过是过客 别不再背景 但那个沉重的东西 我依然不会累 在对蓝色上的步骤 我坚定写起自己不会退 因为没瞎话说美 脚尖成双蝴蝶飞 回往身后飘起的泪花 思念迎风向飞吹 我放入背而去 小遥望青春 恋酒我心肠 但随即一片 踏过一眼珠 执念某意见 听见越方传来清晰的呼喊 我看到希望出现在你明前 穿过这梦境 把故事听见 我看透这世界已放心 便淡 不断酒店的热血 跨越这一切 下令我这么邂逅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忘记拳头 在背景之上 皆行成永远上的光 梦停的向前走 结果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悲伴的地方 下令我成学后 我不在乎 你到底来自何方 随时都忘记拳头 在背景之上 皆行成永远上的光 梦停的向前走 结果身上受了伤 还是依然放声歌唱 在有你悲伴的地方